这绝对是越南恐怖电影的巅峰之作 超自然的去摸方式和离奇的故事 让每一个看过的人都留下了心理阴影 被网友称为东南亚最恐怖的电影之一 有情提示 奔遍全程高能 强烈建议爱特里的大冤众朋友一起观看 故事开始 一个女人血淋淋的站在桥上 怀里抱着一个娃娃 她的眼睛恶狠狠的看着不远处的一间木屋 随着一滴带下的泪水流落 女人毫不犹豫召见河里 她究竟受了多大不为人知的委屈 才做出如此举动 在她跳河不远处的寺庙里 拦截正伙家人一起参加祈祷仪式 在神婆举行仪式的间隙 小花想去洗手间开打 姐姐小美带着妹妹出去上厕所 小花上完厕所出来后 小美其实也想上厕所 她叫小花尽快回到母亲身边 她就匆忙跑进厕所 但调皮的小花不仅没回到母亲身边 还偷偷溜到河边玩 就在这时 不远处漂浮着一个娃娃吸引住了她 她慢慢靠近娃娃 然后伸手想把娃娃捞上 突然 女孩拼命呼就挣扎 但还受无济于事 很快水面就恢复了瓶颈 当她的母亲看到小美独自回来时 她立刻感到有点不对劲 一家人顿时乱了阵脚 这时 狗的叫声从河边传来 但当她带人们到达河边时 却只看见小花漂浮在水面上的鞋子 人们立即展开了搜紧 母亲愤怒的指责小美 没有好好照看好妹妹 随手就给了两巴掌 奇怪的是 不管他们怎么找 始终没有找到小花的尸体 而站在远处的姐姐脸上写满了愧疚和不安 整整一个星期过去 女孩还是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神婆来到她家为女孩举行下葬仪式 竟然也慢慢接受了女孩去世的事实 这时 父亲的彭丧彪来到她家 说没见到你女孩尸体之前 没人知道她的死活 说完就把一盘半红花放在宫台上 这是一个当地的民俗传说 据说只有在半红花上放一个快孵化鸡蛋 就能实现你的任何愿望 虽然父亲平日不相信鬼神 抱着试一试的状态 她恭敬的陷上了鸡蛋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鸡蛋彻底改变了家庭的命运 这时 一个小男孩在河边就发现了一个小女孩的尸体 小美帝叔叔得到消息后 第一时间赶到医院认领尸体 医院护士也提醒她做好心理准备 但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当停尸房门被推开时 小花奇迹般的活了过来 这时 她脸色苍白 满脸泥土全身湿透 就像刚从水里爬出来一样 身体还在不停的颤抖 姑姑的奇怪 叔叔赶紧把她带回家 父母急切的围起来关心询问 只有小美因为内疚不敢上前 第二天 父母大根惊讶的发现 盆栽里的植物开了一朵小花 昨天放的鸡蛋变成了空壳 好像鸡蛋被植物吸收了一样 当她感到困惑时 她又接到了朋友丧彪的电话 提醒她每天照顾好花盆 这可以给大根带来好运 女人已经回来了 大根并不是太在乎 但事情越来越奇怪 回来后的小花和以前大不相同 一致关系良好的姐妹娘开始变得疏怨 这一天 她们在院子里玩耍 小美手上突然青筋爆气 脖子上冒出白烟 开始不受控制的抓挠 母亲她惊讶的发现 小花的脖子上有一个奇怪刺青痕迹 母女俩也一脸猛逼 更奇怪的是 父女俩在书房玩游戏 当她们准备睡觉离开时 父亲惊讶的发现 小花的裙子上沾满了鲜血 夫妻俩把女儿带到浴室 母亲不敢相信 六岁的女儿竟然来月经了 只见她浑身颤抖 仿佛被什么邪灵附身了 母亲吓坏了 赶紧把她带到神婆家 此时的女孩也不再像个人类 一直盯着天花板 嘴里还哼着童谣 为了治愈她 神婆决定举行一场仪式驱魔 神婆神情紧张 嘴里不停地念着惠色难懂的咒语 一段鸡飞狗跳的操作后 她将黄服烧成灰 放进入水中 强行倒入小花的嘴里 小花立刻浑身颤抖 她的父母想上前阻止 却被神婆拦住了 要求他们坐在原地不要动 随着一声悲惨叫声 女孩晕倒了 神婆的摇了摇头告诉夫妻了 驱魔失败了 因为附在女孩身上的不是鬼魂 而是一个活人的灵魂 想赶走她 必须找到这个人 这灵魂到底是谁的 为了找到这个人 女孩的姐姐小美 找到了叔叔寻求帮助 从她那里得知妹妹死而复生的护士 护士告诉小美 小花被发现的地方叫蛮鱼滩 当地人相信这是一个被诅咒的地方 她还发现了另外两具尸体 这两具尸体都是女性 一个叫叔芬 被锋利的武器刺死 另一具尸体是被淹死的 身份不明 但最让她震惊的是 两个死者脖子上 都有一个像刺青一样印痕 和她妹妹复活后的一模一样 至于为什么死而复生 医生也不能给出确解的答案 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 为了找出真相 小美按照医生提供的线索 来到了叔芬母亲的住处 一进屋 一个奇怪的女人就出现在她身后 她就是小美想找死者叔芬的母亲 自从叔芬出世以来 女人的精神一直不正常 她先把小美当女儿 过了一会儿就把小美当杀女儿的凶手 最后 在小美的安慰下 女人慢慢恢复平静 她把小美带到女儿生前的房间里 房间里掉满了人形娃娃 她们都是从河里捡回来的娃娃 母亲不停地介绍女儿生前 是多么的温柔善良 当小美拿出手机让女人看脖子上 那个奇怪的刺青时 女人不想回答 并转身离开了房间 想让女人故意隐藏什么 深夜 女人突然毫无征兆地尖叫起来 小美被吵醒 原来是女人做噩梦 小美尚且安慰 女人很快平静下来 但突然她又看了看 小美完全没有注意到 身后有什么东西 原来是一个女鬼慢慢飘了过来 女鬼伸出手指 好像逼着女人说出什么真相 女鬼走后 女人向小美解释了一切 这个神秘的刺青实际上是风月场所的标志 在当地 女孩经常被拐卖到风月场所当赚钱工具 她的女儿淑芬也是受害者之一 女鬼叫小雪生前也是个苦命人 她被坏人绑架卖到风月场所 直到怀孕才侥幸逃脱 来到这个岛后 她生下了一个女儿 后来淑芬发现小雪有着同样的经历 这让他们成为了无话不谈相依为命的好朋友 然而 美好的时光并没有持续多久 有一天 坏人在这里找到了他们 一天晚上 他们冲进房子向带走女人 两姐妹拼命反抗 在反抗的过程中 淑芬被用玻璃瓶捅杀了 小雪的女儿也被他们抢走了 只留下了奄奄一息的小雪 当淑芬的母亲赶到 看着躺在地上的女儿 她把所有的愤怒都发泄在小雪身上 在淑芬母亲的话语刺激下 小雪带着怨恨跳进了河里 成功的变成厉鬼 她一直在寻找复仇的机会 现在机会来了 女鬼小雪鬼魂附身在小美身上 回家后 小美竟直接走到寄附阿强书房 轻松打开保险箱 然后从保险箱里拿出一张光盘 这时 母亲下楼发现女儿被鬼魂附身 迅速找到阿强和神婆帮忙 阿强赶到 被附身小美用锤子砸伤了 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 女鬼就附身在母亲身上 然后小雪问阿强是否还认得自己 原来阿强是小雪的第一个客户 阿强还有一个怪癖 就是用相机拍摄了整个侵犯过程 小雪发射杀死阿强所爱的人 然后她的老婆开始吐出脏水 很快 女儿失去了呼吸 然后她附身一小花身上 看着女儿再次被附身 阿强只能一巴掌把她打晕过去 这时 她已经知道最初附身女儿的灵魂是谁了 然后带着神婆和女儿来到活动场所 躺在床上四肢被绑的 正是他们要找的小女孩 她是女鬼小雪的女儿 在摸女孩身体的同时 神婆也感觉到了她所做的一切 可在阿强的胁迫下 神婆只能答应帮她屈摸 她把两个女孩绑在一起 随着在女孩头上贴上符罩 仪式正式开始 女巫左手拿着圣水 右手拿着灵符 一口圣水喷了出来 火突然吸密 女孩痛得尖叫下来 就在大家都以为一切结束的时候 身边的合作伙伴撕下了黄符 被小花吐出来的脏水喷在身上 女鬼成功转移了宿主 阿强见状马上把她推出房间 然后锁上了门 与此同时 家里的小美醒了 醒来后 小美看到了母亲的尸体 就在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时候 那片光盘吸引了她的注意 她打开光盘 看到了继父最脏的一面 屏幕上出现了女鬼小雪 被强烈侵犯的画面 小美很痛心 只好向警察叔叔求助 警察叔叔也迅速行动起来 很快就带人包围了活动场所 阿强为了隐藏自己的丑事 还不惜下手杀了神婆 当警察叔叔到达时 阿强把一切都推给了场所的伙伴 不久之后 阿强抱着两个孩子回家了 但不管她怎么喊 女儿始终都没有反应 这时 小美走了出来 她告诉阿强 小花被发现尸体是已经死了 之所以能活到现在 是因为小雪的女儿灵魂 占据了小花的身体 没有灵魂的身体活不下去 现在把女儿体内的灵魂赶走了 小花也就是个尸体 听到这里 时处于颠捕状态 阿强为了让女儿复活 竟然想杀死女孩 让她的灵魂重新回到女儿的身体 这时 大美不能坐视不管 她拿起雕塑砸向阿强 此时阿强变得更加疯狂 掐出小美的脖子想痛下杀手 幸运的是 乔美赶紧捡起地上的工具 一下子刺激了阿强的身体 结束了她罪有的一生 阿强身亡 合作伙伴被抓 坏人终于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故事到此结束 我是东帝 感谢收看